我的朋友他也学佛 他的父亲没有学佛 梦见极乐世界 说那个地方太美了 我的朋友不准他父亲到处讲 这样如法吗 这个如法 见到极乐世界 见到佛菩萨 不必到处去宣扬 这个到处宣扬 会产生很多副作用 不要是在中国大陆 就是在世界其他地方 你要到处宣扬 人家也说是你 宣传迷信 这样子呢 反而把学佛的形象破坏了 所以古时候 人懂得这个道理 他们见到许许多多瑞相 倔口不提 只有两种情形之下 可以说的 一个是对老师 求老师印证 这个可以说 另外呢 是帮助一些 有特别缘分的人 帮助他增长信心 这个可以 不是这两种理由 最好都不要提起 我们在专辑里面看到的 我们进途中出足会员大使 他一生当中三次见到极乐世界 从来没有跟一个人提及过 到临终的时候 这个境界又现前了 他才告诉人 极乐世界现前了 我应该走了 又告诉大家 这个境界过去 他曾经见过三次 这是可以说 这是增长大众的信心 是增长大众的信心 现在我们的贴家 是增长大众的你 这首相当不成功 大家然这首相当不成功 而是增长大众的 很新人 我们的珍兽